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便可吃到饱 镇殿之宝是这巨大的铁板 与之匹配的不是铲子 而是一双超长的木块 谢谢 小心汤 蒙古烤肉的铁板 大概都250公斤 60个炉心 蒙古的观光客来到这边 说我们蒙古没有这个烤肉 但是他们说 我觉得你们这烤肉真的蛮有趣的 客人也可以满是视觉味觉的一个想念 谢谢 台湾的蒙古烤肉 是相声大师吴兆男所创 生于北京 师承侯宝林的吴兆男 带到台湾的不仅是相声 还有老北京的念想 上世纪50年代 他与几个退伍老兵 在淡水河边开茶坊 卖烤肉 凭着记忆 让铁匠打了大铁板 其实我们在吃蒙古烤肉 我们是一直在回忆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因为其实你到世界各地区吃 你不一定可以吃到这种味道的蒙古烤肉 蒙古烤肉 在台湾都是一件吃到饱的形式 荤素搭配 焦香辉映 在香气生腾的巅峰时刻 肠块一挥 五味杂陈 大猪小猪落玉盘